漏水故障的特点 判断和处理 空调器在制冷、制热状态下都有正常的漏水 制冷时应该从水管向室外漏水 制热时外积也会因为化霜而有漏水的现象 不正常的漏水是指内积在制冷时漏水到室内 故障的原因有两种 一是水槽水平位置不正确 同时水流通道有堵的现象 可以调整水槽的水平位置和疏通水流的通道来解决 另一种是由于蒸发器结霜以后 经风吹变成水从出风口吹出 蒸发器结霜是由于制冷机过少或者微堵造成的 应该对阵进行处理 以上对空调器一些常见的典型的故障 判断与处理过程进行了讲解 遇到其他故障 大家要应用前面学过的空调器 工作原理对故障进行分析判断 按照管路通风系统维修技术和电气控制系统维修技术所讲解的操作方法进行处理 有正确的判断才会有正确的处理 当然初学者走弯路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是在走弯路以后要总结经验 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在维修中 有成功的经验也要进行总结 这样判断处理故障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 最后 祝大家在维修实践中不断学习 不断总结经验 不断提高自己的维修水平 成为一个维修水平高 有诚信的优秀空调器维修技术人员 有空调器维修水平高 不断徨软 不断分架 里面 不断 发生了 他们都有关系 紧张 总结 小羊 内容 导